工作呢,做得也一点都不开心,说实话 现在的话,这个厂呢,三天两头 有的时候就多一点订单的时候 就说给你上周六 才上一个星期的周六 然后今天的话,领导要出来了一个通知 就是周六不给你正常的去上班 但是呢,就是说你可以回来做寄件的事 但是相对来说,生产部员工肯定是有得做的 然后像我们这些祭司的就完全是没有这个指望可以去做的 再一个的话,加班呢,好像是求人一样的 不求人就没得加班一样 死皮赖脸的也没有用 就是领导一句话的是,做得一点都不开心 今年要是这个行情,大家都确实难 但是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想,老板也难 可是谁又替我们这些打工人想想呢,是不 真的是今年这个行情,好业不倒 他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搞着 就是你受不了了,然后你就自己辞职走了 毕竟这个厂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干了十几二十年的嘛 是,大家都是想着万一他倒了,多少会有点前赔嘛 可是这些领导呢,这些经理啊 他就不管你那么多,他就是有一种强迫 就是让你自己去辞职走的那种感觉 好难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中国青年失业问题呢,可能会持续十年 且短期内会不断的加剧 若处理不当,将会引发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社会问题 甚至成为政治问题的导火索 刘元春呢,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的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报告》中 做出了以上的警告 青年群体的失业率呢,持续飙升 居民收入增速呢,也不及预期 2023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达到了1158万 三季度青年失业问题将更加严峻 报告特别指出呢,去年4月 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呢,只有18.2% 但今年同期达到了20.4% 说明青年失业问题不单是周期性问题 而是系统性问题,趋势性问题 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主要靠新增就业岗位 特别是民间生产性投资 简单采取补贴政策呢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间投资不足的问题 政府投资呢,也不能弥补民间投资的角色缺位 长期来看,甚至会削弱新增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 重启民间投资信心呢 关键在于完善法治建设 健全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弥合疫情以来人们对法治建设的信心缺失 他还指出 中国经济复苏的痛点和难点呢 集中表现为5个20% 即青年事业群体调查设立呢 突破了20%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20% 地方土地出账收入呢 同比下降了20% 房地产新开工的面积同比下降了20% 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缺口呢 高达20% 这5个20%表明 相关领域的压力已经超出了其修复的能力 面对当下的失业问题 真的会持续10年吗 会引发其他社会性问题吗 大家怎么看 评论区里我们聊一聊吧 今天又是借钱过日子的一天 有多少人过了跟我一样的日子 只要家里需要用钱就得去借 今天又借了一切儿 交了药员剩下的分云 这是昨天晚上一个粉丝朋友发给我的私信 其实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 应该是看见我这种情况很着急 只是想单纯的帮忙我 但是我也很清楚自己的情况 俗话说救急不救群 我的情况是一个炒色 必须得自己努力想办法赚钱 改变现在的局面 再说大家赚钱都不容易 每个家有每个家庭的开销 有手有脚为什么要去拿别人的钱 但是我也从心里面特别感激这位朋友的心意 当然我也不是清高或者鲜少 经历过空间的朋友们都知道 不要说三百 有时候三块都能救命 在这里我也和担心和关心我的朋友们说一声 我们家的话现在是有收入的 但是因为前半年孩子一直生病 我也没有出去挣多少钱 孩子他爸挣的钱也够勉强维持家里的生活 每个月基本都没有什么预料 其实以前我也是一个不超前消费 不借钱花的人 但是这几年真的是被逼的没办法了 但是没想到 朝阳行业互联网大厂也开始裁员了 周末和朋友一起带孩子去五龙潭公园 他和我说他可能要被裁员了 他们公司空降来了一个人士 定位就是为了给公司缩减编制 藏本增效的 他因为前段时间孩子生病请假多一些 估计被这个人士早就达上了 赤多的标签 这他很有可能在第一批裁员的名单里 他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 毕业之后就进了这家公司 负责程序的开发 自己没有结婚生孩子的时候 经常熬夜加班编程序 领导对他很重要 现在有了孩子请个假 都得小心翼翼的看领导的心情 他现在呢一个月是一万三 他老公也是干这一块的 工资一万五 两口子感觉收入还可以 2020年的时候买了一套 二百万的房子 现在一个月要缓 接近八千块钱的房贷 他现在特别担心被裁掉 因为裁掉了 现在不太好找工作 生活压力太大了 我原来还挺像他们赚钱多 现在想想成年人的世界 有太多的不容易了 太担心突然失业 焦虑孩子 学习不好 担心父母的身体状况 我感觉既然未来没有办法控制 那我们就过好当下嘛 你们说是吗 嘿大家好 我是泡泡 很多人认为 疫情管控放开了 很多事情呢 就非常简单了 经济肯定会恢复 各行各业会变得越来越好 就业环境也会越来越好 但是情况恰恰相反 今年求职者的竞争 或许是我国历史之最 空前惨烈 企业爆发了大规模的裁员潮 你仔细观察一下 就会发现 你身边肯定或多或少的 有人失业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疫情管控放开之后 就业环境反而变差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有这么几个原因 原因一 疫情期间有经济刺激的措施 疫情期间呢 为了最大的缓和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我国也一样 比如说加大财政支出 放宽货币政策 政府的这些措施 在短期内呢 缓解了经济造成的重创 比如各种减税 各种优惠 各种延缓 财政也各种补贴 小微企业在政策的扶持之下 苟延残喘 缓解了企业倒闭 以及裁员 包括就业岗位减少的问题 而且疫情也推动了一些 相应行业的发展 比如说医疗保健行业 有新行业的发展 又政府出台措施的推动 一些企业在疫情期间 还能撑下去 而到了2023年 彻底放开了 大家都希望恢复正常 所以特定时期的优惠没有了 补贴也没有了 业务也没恢复 贷款也到期了 延期的税该交了 怎么办呢 就只能裁员 只能倒闭了 放开之后 经济刺激的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削弱 出现了失业的高峰期 原因二 各方面矛盾显现了 疫情期间 已经埋下了很深的 经济隐患 只是没有暴露出来而已 疫情爆发后 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那么矛盾就隐藏得更深了 疫情后 当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 恢复增长的时候 这时候才是暴露隐患的一个时期 因为你想要发展经济 那么深层次的矛盾 就需要被牵扯而带出 矛盾越大 暴露的就越快 这就是为什么 疫情后我们的经济 那么不景气 因为大家都注意到了钱难赚 也就是赚钱的机会少 手里又没有存款 那就不敢去消费 向上推就是企业卖不出产品 资金无法回拢 没法再继续投入生产 那么这个经济的闭环 就运行不起来 原因三 全球性的影响因素 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当中 出口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消费也比较疲软 外貌不行 是因为国外也很艰难 那就是供应链的调整 以及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美联储不断加息 还有全球性的影响因素 先说供应链吧 在疫情期间 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 都出现了断裂的情况 很多生产所需要的零部件 原材料无法送达 生产缓慢 甚至停滞 为了应对 很多企业缩减了 对国外供应商的需求 转而使用 此时可能成本更低 但是效率会更高的 本地供应链 外国人买咱们东西少了 所以生产就不用那么多了 外来订单减少 企业营业额减少 也会带来所谓的残缘问题 原因四 线上流量的生意变少了 疫情时候 很多网上流量生意爆棚 但疫情后 流量生意开始下滑 因为人们开始更多的 参与到线下的活动当中去 所以2023年 原来线上流量 特别好的生意 都会比较难做一些 一方面原因 刚才说了 疫情之后 很多人恢复了线下体验 而更重要的是 那些线上流量 比较好做的生意 在疫情的时候 往往扩大了建设投资 是自己能够获得 更大的线上流量 可以承接更大的线上订单 但是疫情之后 由于人们更多的参与线下 所以线上所做的投资 成了闲置产能 这个对企业 反而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综上所述 就是疫情管控放开之后 反而裁员潮和失业潮 更严重的原因 最后我想说 从小到大 我们接受的都是 好好工作就有美好的未来 但对普通人来说 现实是无比残酷的 因为生活不是随着时间推移 就会慢慢的好起来